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佩文 中國的新能源汽車正在陷入價格戰的施殺 汽車巨頭長安汽車一季度的利潤暴跌 作為軍工的企業 長安汽車更可能因為支持俄羅斯而受到制裁 也同時要面對中共內部整肅的多重壓力 4月30日長安汽車股價跌停 在一天之內時值蒸發了162億元人民幣 其中中國規模最大的證券公司之一 國泰軍安 一口氣賣出了18.36億元的長安汽車股票 長安汽車發布的財報顯示 2024年第一季度的營業收入為370.2億元 歸母淨利潤11.6億元 同比下降了83.39% 數據顯示長安汽車第一季度銷售量 69.21萬架 同比增長13.9% 其中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車銷售量 12.88萬架 同比增長52.4% 在新能源汽車銷售量大增的情況下 長安汽車的利潤反而大跌 這個說明賣得越多虧損得越多 長安汽車對此表示 正利潤大幅下跌的原因是價格競爭影響所致 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價格戰已經是進入了貼身肉薄的階段 中國新能源汽車頭部企業比亞迪大概在3月份宣布 將旗下售價大概10萬元的車營直接降價2萬元 最低價為79,800元 所有的車營全部都要作出最大幅的優惠 比亞迪大幅降價的動作 逼到所有的競爭對手只能降價因應 多間的車企業降幅為1萬至3萬元 長安旗下的一款插電運動的SUV降幅甚至是將近30% 1月16日在長安汽車2024年全球夥伴大會上 長安汽車董事長朱華榮判斷 最多兩年甚至是最快一年 中國新能源汽車的行業格局就會發生重大的改變 朱華榮認為行業是面臨著沒有秩序的競爭 很多時候已經是捲不動 現在是處在一個不確定動盪的時代 朱華榮還說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產量已經是接近千萬級別 滲透率超過35% 但是行業整體虧損嚴重 成本高居不下 現在中國有70多個成用車品牌 而盈利的品牌只有4至5個 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愈發突顯 根據統計 2018年中國有487間的電動汽車製造商 其中大多數都是全新的 也就是說經過6年的時間 有400多間的新能源汽車企業已經是消失了 4月17日 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 和3名的跨黨派議員提出 無限制法案主要是對為俄羅斯提供物質支持的 中共軍事公司實施全面封鎖制裁 要求被美國政府認定是中共軍工企業 要在180天之內退出俄羅斯市場 否則將會面臨美國的全面制裁 這個議案列出了一份涵蓋50多間的中國公司的名單 其中包括5間的車企 長安汽車是其中之一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歐、美、日的汽車紛紛是退出俄羅斯市場 2023年1月至10月 長安汽車在俄羅斯銷售了69,384架的汽車 在俄羅斯的汽車銷售量 10強名單中是排行第五位 長安汽車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兵工企業 它的前身是1862年前清朝時期創辦的上海洋炮局 上海洋炮局後來搬到南京 在民國政府時期更改名為金陵兵工廠 在抗日戰爭期間又搬到重慶 成為中國最大的軍工企業 長安汽車目前是隸屬於中共的兵器裝備集團 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燒和歐美的壓力也都越來越大 美國和歐盟對中國產能過剩 以及中共政府補貼早有警覺 4月的下旬訪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記者會上表示 中共的不公平貿易以及工業產能過剩 對全球造成潛在的後果 布林肯在發言中也特別提到電動汽車 3月份還有美國參議員提出的法案 呼籲將中國汽車進口的總關稅 從目前的27.5%大幅提高至125% 並呼籲保護美國汽車工人 歐盟亦都在2023年的10月宣布 對中國進口的純電動汽車進行反補貼調查 來決定是否開徵反傾銷關稅 預計近日將完成調查結果 根據美國智庫榮鼎集團最近的一份報告 歐盟就算是徵收30%的關稅 中國的生產商仍然是有利可圖 因此是必須徵收40%至50%的關稅 才能令歐洲市場對中國的電動汽車出口 傷失去了吸引力 自2023年以來 中共的黨魁習近平一直是整肅軍隊 以及軍工企業的高層 大批軍隊的將領和軍工企業高管落馬 人員變動頻繁 2023年的7月26日 中共軍委裝備發展部要求就 裝備採購招標評審活動中專家 違規違紀問題線索進行倒查 2024年的4月3日 中共兵器工業集團 裝備保障部原部長李趙志落馬 他至少在半年之內是該集團 被調查的第三個高層人物 4月12日中共兵器裝備集團 任命張玉金為董事、總經理、黨組副書記 議員總經理陳國英去向不明 年僅56歲的陳國英 究竟是被免職還是撤職 官媒是隻字未提 在這一輪的整肅之中 職務最高的當屬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 於2023年10月被撤職 另一汽車巨頭東風汽車集團 也是軍工企業 東風汽車自身也是被整肅之中 據中共官媒統計 近半年之內 東風汽車已經是有超過20個人系被調查 其中包括已經是離任六年的東風公司 袁黨委常委、副總經理、佟東成 東風汽車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 竹延峰於2023年3月被免職 央企共有三大汽車巨頭 中國第一汽車集團 東風汽車集團和中國長安汽車集團 長安汽車雖然不在央企的名錄之中 但是最終控制人是國務院、國支委 所以也被視為是央企 三大汽車央企要合併的全民由來已久 2015年之後三大巨頭的高層 頻頻互換、穿插任職、引發外界的遐想 2017年的12月 長安、東風第一汽車三間的車企 還在武漢簽署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確定會在幾個大的領域合作 2023年的10月份之前 三間車企合併的消息再次傳出 但是至今仍未合併 有消息人士2023年11月對外透露 三大汽車央企確實是有被考慮過合併重組 但是三間的車記都有著各自的難題需要解決 合併重組的時機尚未成熟 以上的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專題部記者 二凡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贊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容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